今年算是我多年用的皮膚治療程度 比自己最高分的一年 每個月的週期率 我的皮膚的膚質也是可以積極的 而全部都是我再買的產品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熱辣辣又濕的五月 通常這個月份 就是我曾經不太適合處理 這麼濕的環境的皮膚 到底我們還應不應該保濕 還是我們應該要用一些 清潔的產品多一點 還是怎樣呢 今年算是我這麼多年裡面 使用的皮膚治療程度 比自己最高分的一年 因為今年我的皮膚問題真的少了很多 而且在每個月的週期率裡面 我的皮膚的膚質也是可以支出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這幾個月是怎樣去護膚的 今天就帶了我整套的 routine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也是非常好的 而全部都是我再買的產品 這個 很有趣的 這個本身是日本賣茶具的品牌 是一些用米 以及它的香草的酵素 幫你清潔皮膚的護膚系列 它這個是一個潔面的產品 開了之後倒出來 其實是粉狀的 它的用法就是在我濕了手之後 倒這麼多 portion 之後就搓一搓 它就很快起泡了 用來去角質 我搓在臉上大約十多二十秒左右 其實它起泡了 洗了它 它的效果是真的值得一讚的 因為我的皮膚真的又小了很多 而且很滑的 我用它 我沒有覺得自己的皮膚會洗薄了 我又覺得我的油脂可以控制得很好 這個產品我都保持著 有用它 挺好的 然後第二個要介紹的產品 就是這一支 真的不錯 因為它是一支爽膚水 雖然我皮膚狀態很好 但你也容許我有一點暗瘡 我都更青春 在這裡有一粒暗瘡 最大的功效 就是可以幫你消炎和降紅 這些黑頭 粉刺 以及有暗瘡的情況的時候 我特別用的一支爽膚水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酒精 它沒有油分 所以其實對於皮膚的狀態 也沒有什麼刺激的成分 在用完之後 基本上我的暗瘡都退得很快 即是period就來的那個禮拜 你皮膚通常是最柔的 在那個時候 我整個月都會用這支爽膚水 這支最近加入這個學列 它是一個Budapest Budapest 中文是什麼 我忘了 就是將一些溫泉水 那些礦物質 加入了護膚的成分 最有趣的是 它有用到一個新的 Retanol Retanol即是維他命A 本身它是幫助你的皮膚 少許可以去角質 即增加它的新陳代謝 但有些人是受不了Retanol 因為我本身也有敏感肌膚底 但它又真的不至敏 我是證實到它是OK的 日常用我都覺得它不會太刺激 也不是太強 但它又可以發揮到它的功效 然後這兩支是保濕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濕滴滴的香港 就未必會去塗到一些保濕的產品 但我想跟大家說其實不是 當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滋潤性比較高的健康 到夏天的時候 你又不會用得太油 其實那個環境裡面的水分 是進不了你的皮膚的 你的皮膚是很缺水的 所以在夏天我特別會用到透明質酸 夏天或是一些空氣濕度高的環境 其實它又可以幫你的皮膚鎖住水分 它是夏天保濕的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即是放在臉上它也吸得很快 它裡面也有B5 維他命B5也是一種很保濕的成分 這一支它最好的地方 它是一種令到你皮膚服緩的水分 你塗了這產品 看看你第二天的情況 你的皮膚一起來會不會真的飽滿了 這樣我就推薦大家去試一下 這個B3加上B5一起去保濕 之後呢 就到了這個我真的發現最好的產品 這三支其實是一個日本的產品 但它就用了一個法國的技術 以往我是很難去找適合我的霜霜 保濕的產品 塗上臉的時候是可以化妝的 份量是真的很少 就可以令整個皮膚的狀態有它的功效 其實它1、2、3是三支不同功效的產品 三個星期就應該會用完一隻 第一支是美白的 第二支是保濕的 它裡面有角色圓、金油 還有一些多保濕的成分 在裡面 第三支是做收緊皮膚的 通常SIM CARE LINE裡面最能買的是什麼 通常就是那支霜霜 但其實它的性價比又通常是最低的 如果它很小份 已經可以吸收到做到的功效 我已經是一支很好的霜霜 這個霜霜真的有這個功效 用完第一天 皮膚已經飽滿了很多 用了兩、三天的時候 整個膚質真的光亮了很多 冬天的情況下 我還沒加這兩支的保濕 我的皮膚已經很有水分了 塗近眼睛的地方 那個拉皮的功效是很高的 每天起床都不會出油 光亮、提亮、膚質 還是能保持到的 不像人家做MASK 敷完那一刻白了 但過了一小時後又變黃 它是可以保持到的 耐久到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的價錢 相比一下 它的性價比是比較高的產品 但它的建議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強的產品 所以三個星期用完一個療程之後 就可以用回自己本身的產品 最後一支介紹 就是這一支 防曬的性價比 是在護膚品中最高的 太陽的紫陽光 對於皮膚來說 是最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它可以令到皮膚老化 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防曬 可以反射陰陽光 是一個很好令到你 撞碎路的一個產品 它的顏色是一些 肉色 好像primer一樣的 而且它的質地 都是比較水潤 我覺得可以當作隔離霜 它隔開之後 再去上妝 對皮膚是一個很好的保護膜 這些就是我這三個月 都很常用 每天每天都用的產品 如果大家對任何一支 想要更多的資訊 也可以問我 還有一些更好的產品 我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想繼續看我這些 保護皮膚 或者是護膚的一些影片的話 就記得 喜歡、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